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12月底也正是我们的县市长就任两周年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他们交出一份其中报告的实际了 因为任期四年当中刚好完成了两年 那么今天现场我们特别独家邀请到台中市长林嘉荣林市长 来我们节目一下 欢迎市长 婉玲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么其实就说起来 其实做两年也真是不容易进入一半 市长自己感觉怎么样 就整天忙着做事 无眉无力 那你怎么自己打分数 当然我每天接触到市民从他们的反应 就他们的笑容或他们的一些陈情 大概可以多少感受到台中的改变 大概市民有感受到 当然变得速度快或慢 当然大家也都还是还在观察我们 但是我想我们自己有在做民意调查 所以我觉得两年来大概稳扎稳打 那我们做的事情有一些呢 跟过去对比之下比较大的改变了 大概都可以得到市民的一些肯定 比如说我在刚上任的时候 大概台中面对到的挑战 一个是治安 另外一个是交通 那治安大概这两年来已经比较稳定下来 台中市大概在六都的评比里面都数一数二 所以有进步了 那交通当然需要更多的时间 我们也会再更加努力 是当然施政建设 其实有的是短期可以看到成效的 也有其实有很多年才能出这成绩来的 所以我们说这是期中考 期中考不能说就用这样来看 不过呢在民调上 这也是随时真的都在进行了 因为这个礼拜刚公布的一个新的民调 来自于新台湾国策智库 对六都施政满意度 台中市其实成绩还不错的 还居在中间 排名在中间 是排名第四 那么但是对政治人物的好感民调呢 又提升您的排名就到了第三 仅次于高雄市长 仅次于台中市长 台南市长 再来就是您了 其实连总统也算进去排位 可能都在您后面 当然您是本身就是学民调出身的 您是民调专家 你对像这样的数字解读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当然对政治人物的好感度 是长期累积的 那跟知名度也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民调里面 他列了十二个政治人物 那把我排在第三 可能是长期累积的形象 但是呢 当然满意度就涉及到多市民 对这个城市的改变 他觉得你在当市长的任内 是不是符合他的期待 那台中市大概刚上来的时候 我们面对到有一些是已经做第二任 像高雄台南市长 那当然都市政的表现都很好 那另外像柯P 他就是一个悬峰 我们有时候在民调上来讲 相对来讲 他的这个就是一个知名度很高 年代的支持度也是高 但是经过两年之后 大概市民会看我们是不是有在做事 所以台中市从一开始 确实是民调相对比较落后 那我们现在大概在满意度上是中间 那另外就是说在进步性上面 大概也是第三名 第三个就是说移居城市 那个调查里面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认为你居住的城市 你是不是满意 那台中市有85%的市民 都对自己的城市还蛮满意 在某个程度来讲 他也会对市长很比较 就会比较严格 因为他觉得这个城市本来就不错 所以你在表现上面 必须要更努力 那如果说一个城市是相对来讲 就是说他呢 也许过去 比如像桃源县来讲 他直接升格为直辖市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 哇这个整个升格 连带当然会对 这一个整个市政 他会觉得有进步 那在台东市长年以来的 这一个现任的市长 民调要高都不容易 真的啊 因为市民会觉得说 台东也本来就蛮不错的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 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会比较严格 那么会对你严格的 不至只有一般的市民 更是对手 恐怕是这个更严格了 其实现在我们听到地方上 蓝营还想要派人来跟你角逐 下一届 就是你的连任之路会有对手 你现在可以评估出 大概会是谁是你对手吗 其实台中是 过去来讲当然是蓝大绿小 那我是算近年内第一个 绿营担任直辖市长在台中 那我觉得对现任者来讲 倒是正机可能是关键 就是市民会看说 是不是要让你有连任的机会 还是在你第一任的表现好不好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 我是自己跟自己在赛跑 如果我在四年内能够做出成绩 那市民当然会觉得 再给我连任 那如果现任者表现不好 其实对挑战者来讲 当然机会就会大 所以我倒是没有去设定说 谁一定是对手 我就是很爱做事 也很希望做事的人 那某个程度来讲 对手可能要到最后面 也要对方整合与否 所以我对我来讲的话 就是继续维持我的目标 跟我的节奏 那把市政做好 可能这还是最关键的啦 对现任者其实 选举投票来讲 就是一种信任投票嘛 如果你做得好 他就会给你连任 做不好的话 其实有时候随便一个人出来挑战 我们都很难连任啦 是 所以这样话说起来 其实通常我们有些时候 做事情最大的对手 不是在于别人 最大对手来自于自己的努力 就是说自己能把事情做好 那问题解决了一大半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 过去你也有讲过 台中的这个建设方面的最大挑战 其实包括你刚才也提到了 交通问题跟空污问题 我想交通问题有很多环节 我们先来看空污好了 其实防治空污上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在执行 台中市因为快速的发展 过度开发 那尤其是在冬季这种 特别的这种时节 确实空污市市民会感受到 这个环境的一个问题 那我大概这两年来 我们自己有差不多 我自己成立了一个空污的 减量的小组 担任主席 那我们大概有产生了 86项行动方案 其中有将近19项 都是全国首创 所以我们很努力在控制 这些污染源 那基本上比如说像 细旋服微粒PM2.5 最近这三年因为联合国 有宣布说这个是可能致癌的 这种潜在因子 那大家就很注意 不然以前还以为这是灰尘 或者这只是一种 可能是一个雾气 那慢慢大家有这种 空污的认识之后 那我当然会要求政府 要有具体的行动 以台中市来讲 我们大概通过了三个 就是跟打击空污有关的 自治条例 比如说低碳层市发展的 自治条例 深煤管制的自治条例 还有这个空地绿煤化的 自治条例 那在台中的话 空污它主要的来源 有三种有一种是固定污染源 就是企业这些工厂 那这当然台电的火力发电厂 我们就针对他们要求空污 严重的时候要降载 就减少它的这个污染量 那我们也要求他要转换 把四个机组的蓝煤的这个发电 改成蓝气的发电 那有一些过去的这一些深煤储存 都放在室外 那东北季风海风一来的话 就容易污染 那我们也要求他们要建这种 室内储存的这种设备 所以大概一个一个的要求之后 包括像有些工厂锅炉 还是在燃那种重油 那个就我们补助他们 赶快转化成蓝天蓝气 这些努力大概就可以控制一部分 那另外当然就是台中 还没有很好的大宗运输 就捷运 所以汽机车特别多 对 其实尤其在监峰时候 监峰时候的这个塞车问题 所以那怎么办呢 因为比方说台中 什么时候可以有这个捷运呢 好 其实我们在两年的后 捷运第一条就会好 那我们的铁路也高价化 目前也 路往也在行程 那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 我们现在台中市有一个特别的福利 就10公里免费公车 那我们就是鼓励大家 尽量不要开车 那去坐公车的话 10公里是免费 那这也可以缩短城乡差距 所以我们的公车的运量 大概在过去这两年 增加了将近三成 那人口里面过去大概只有 差不多百分之五六 是搭公车 现在有将近一成 就是上下班或者是上下学 是他搭这个公车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推动 那个i-bike 就类似台北的u-bike 有三百站 九千辆 九千辆 都使用得到吗 对啊 我们就很密布 那就是每一组就是五站 就在附近 甲介乙环 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你 坐了公车之后 可能到了车站 你下来附近就有 这个公共自行车 用这种方式 来这一个降低这个 气机车的成长量 那另外当然二行程机车 它的污染源 差不多一般机车 四行程的 差不多五到七倍 那台中市是最大量补助 淘汰二行程机车 每淘汰一辆 我们市政府就多补助一万 除了中央的一个补助之外 那就是让这一个 气机车的污染量 竟然能够控制下来 那第三个其实污染源 除了刚刚讲固定的 还有移动的这种污染源 还有一种是易善污染源 那台中市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做很多 比如说烧精子 放鞭炮 还有这一些像抽油烟机 以及因为像虫化区 大量那些阳层 或河川裸露地 只要风一吹 其实那个东西 对我们的健康是影响最大 因为它的那个污染的高度 刚好是我们鼻子 呼吸的这个高度 这个比那个排二氧化碳 其实对我们健康 呼吸道的影响更大 那这个部分我们大量的 透过种树 透过沙扫 透过这一个对河川裸露地 的一些富裕 那这个部分也控制了下来 所以台中市大概从 过去大概五年前是 每一天平均的PM2.5 是35微克 那到两年前 我们已经开始降到 大概剩下这个27 8微克 到了今年 我们最近的数字是降到 差不多22微克 那以这个国家的标准 就35微克 以上就算严重 那联合国的标准 是希望15微克 所以我们大概还有 7微克的一个努力目标 我们有一个规划 就是在四年后 我们会达到联合国的标准 那透过各种的 这种管制措施 那确实台中市的 这个空屋 也有控制住 当然有时候季节性的 东北季风一来 或中国大陆的埋害 那那个就不只是 台中的问题 整个中南部 大部分都受到 这种季节性的影响 最近中部 中南部 常常都有这种 受到整个 区域环境的这个影响 您提到这个是 空屋上有具体的作为 那也要看出成绩来 刚才也稍微提到了 这个交通 那要解决交通阻塞的问题 其实有没有这么 比方说我们提到 像山手线的开辟 就我们听到说 你觉得你得到支援够吗 怎么好像说 来自中央层级 支援不够 这种说法存在吗 其实自从蔡总统 520就任之后 我觉得台中 我们多年想做的一些建设 其实他都有答应 一个比如说清泉岗机场 现在升格为国际机场 那你像台中港 过去呢 有港没钱 没有开发 我们现在引进了 大量的这一些 包括像日本山井 投资那个outlet 那另外像这个 这个智慧机械产业 推动方案 就五大创新产业 台中也是行政院 第一个通过的 另外很多的交通建设 包括现在铁路高架化 那所谓三首线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 台中有铁路三线跟海线 我们现在仿造 东京的Yamanote 把他串联成环线 那这个建设 基本上交通部也是支持 只是说他们有一点 比较从交通 运量的角度 那我们是从都市 开发的角度 因为你交通到的地方 那个附近车站 就可能会变成一个生活圈 所以基本上 中央也是支持 只是说他们说 是不是不要一次核定 分几次 那我们认为说 要嘛就一次核定 你这样政策稳定 民间的投资才会进来 比如在每一个车站的附近 各种的这个商圈 各种的这一些物流 或者像一些这个住宅 就会进到这边 所以大台中三首线 是台中特有的 我们又有这个捷运 绿线两年后要第一条 那我们现在也在推动轻轨 我相信行政院最近 有一个重大经济计划 正在会整个县市的意见 我们有信心 这个应该会在很快的时间内 这个轨道运输的路网 应该会得到中央的支持 那另外一个就是属于公路网 台中市有四条高速公路 国道一号三号四号六号 我们还有一个环台中的生活圈 快速道路 就七十四号快速道路 可是过去都没有串联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就是三环三连 七串连 要把这一种内环中环外环 然后在空中立体交叉 那要多久时间 因为我们刚才讲很多建设 有时候不是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可以做完 甚至不是一年两年 那现在要规划多少时间 当然交通的建设 需要时间没有错 不过交通管理 我们也很着重 比如说一些标线耗制 还有各种的车道 那以及逆交大量的增设 在上下班时间可以维持入口 那这些也让台中的交通 我们有个数字大概说 交通的畅顺度大概改善 差不多两三成 那交通的造势率 跟这个死伤人数也降下来 大概以一年 大概一两成的速度降下来 那台中市我是觉得比较大的改变 其实是在市隆景观 另外一个就是 我在选举时候提到的就是 台中市因为是县跟市合并 然后升格为直辖市 所以他原来的市区 旧市区就是有点没落 就市区空心化 然后原县区又感觉边缘化 所以我透过很多的都市计划的手段 再去旧中区 另外就是拉近城乡 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个发展的落差 那这两个方面 大概市民有感受到 应该反映在我们各种调查里面 大家会感觉到蛮大的变化 比如我们的旧中区 以前是几乎是人头的外移 现在各种的人潮移路 然后商店多了 很多的这个饭店 住房率也都七八成 这些是旧中区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种再生 一些河川我们也整治 整治大家看到都 以前的柳川绿川 都变臭水沟 但这一年来开始看到 河川开始掀盖 然后河川可以亲近 这个也是市民感受的 比较深刻的一些变化 是 我们看到市长 对于施政建设如数家珍 其实当然我们说的 这个施政不是只有在政策上的施政 其实很多政治的面向 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 既然是独家专访 我们稍微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仔细地考问 欢迎再回到 新闻观测站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独家专访台中市长 林嘉隆 林市长 来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他听到一些施政的措施 等会我们政治面向 我们也要关心一下 其实市长在一些重要的选举当中 都好像都可以看到您的足迹 甚至您夫人 有些时候在关键时候也站台 我知道他也不是那么热衷政治的 他必要他都会出来 那么其实你们都曾经跨党 帮类似像包括洪思雍在内的其他人 有类似助选过 可是最近又出现 民进党跟时代力量 有人说什么深绿 正绿 或者大绿 小绿之争 你觉得这个问题是意识的 还是怎么样 这个会不会造成 比方你们在实际上 在操盘地方的时候 这两党应该怎么互动 你怎么样定位 现在的问题呢 当然现在民进党完全执政 其实是可以主导 所有的政策 因为立法院过半 可是毕竟长期来讲 政党这边都要选举 选举就会有竞争 那时代力量他的发展策略 他也必须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 那他也想争取更多的人参选 有下一次的县市长跟议员 所以这个时候政党之间 尤其在基层就会有些竞争关系 因为大家其实就是总是 席次有限 但是我觉得以台中来讲 我们跟时代力量的关系处理还不错 可能是因为一开始洪池庸在选立委的时候 当然我帮他辅选担任他的竞选的主任委员 所以他现在在中央就变成台中的代表 就是也是台中队 比如我们在他的选区有涉及到跟部会协调 那就有立委出来就比较方便 所以也许因为有这样的关系 台中市的这个民进党跟时代力量关系 相对是比较好 另外一个就是徐永明 徐永明是因为我就是台大政治系的学弟 那他是不分区 可是他也是在负责台中的时代力量的党部 当然他们去那边经营的时候 我们的基层会有点紧张 但是我觉得这种紧张是好的 其实让民进党 其实不会说因为独大 可是你在中央的问证就不一样 因为很多的法案 比如看最近重大的一些政策 都大家可以看到一历一休 像这一个同性婚姻 或者是甚至像食安这些问题上面 那对于时代力量 他角色很简单 因为他是少数党 而且他也不是多数联盟 里面的一个关键少数 他只是一般的少数 所以他就会采取立场 那当大家对民进党 完全执政期待大 那南扁就会有落差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从他党的发展策略来讲 很自然的会要跟民进党区隔 那民进党就是 当然这种竞争合作的关系里面 如果自己跑得够快 引领议题 其实不怕小党的竞争 所以不应该处得不好的 我是觉得 其实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很不好 你从国际的这种 民主国家的政党来讲 都是既联合又竞争的 除非是内阁制 内阁制是因为 你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内阁 你要过半数 所以大家就结盟 那像这一种比较总统制的 或像我们这种双首长制的国家 其实国会一定各自为政 小党伶俐的也很多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是觉得还在一个 属于温和的竞争 只是总是会有一些 打篮球 有时候会架拐子 互相会去撞击到 那我觉得大家要用 比较开放的心情 队友都有可能说会 受怕点 何况是不同队的 所以我觉得 大体上目前应该就议题上面 应该说民进党遇到很多的压力 这来自选民的期待 跟一下子还没有看到根本的改变 那这个时候当然 这种压力有时候会转化到 就是绿营里面 就是觉得我们那么辛苦了 另外好像外面在批评 里面也在批评 但是久了之后 其实每个政党本来就自己的主体性 我觉得应该用比较正面的角度 去看这一种静和的关系 其实政治本来就是这么多面向 这么多考验 其实大家不要忘了 其实林家荣市长 在这个地方执政之前 其实他在部门立委 或者是在处理一些国际事务 他的专长就是国际事务的 所以其实像这个礼拜 我们的政治的焦点 就是我们的外交 就是说又有一个国家跟我们断交 那当然有些人就担心 这个外交是一种骨牌效应 尤其是跟两岸之间关系牵扯 所以这个台湾现在的外交处境 要不要担忧呢 我觉得不用怎么担忧 因为现在情况应该是 相对过去应该好很多 最坏的时候已经过了 那至于有一些小国 他基于自己的一种利害 那就是国际是很现实的 他背离我们而去 但是我觉得其实台湾要有自信 我们立足于国家 不是因为多一个少一个建交国 我们真正的国家的安全 跟一个发展是建立在 还是大国 尤其是美日欧盟 当然东协是我们的邻居 这些是最重要 那以川普当权 但是跟这些大国都没有邦交关系 其实现在实质关系更重要 比如说我看台中市 我们跟日本甚至跟一些国家的那种城市交流 那种深入的关系 比跟友邦交国的城市 那是密太多了 因为为什么大家你看 比如说我们的地方政府 对地方政府有姐妹室跟议会 像那个青森县的知识 跟我们民事很熟 那个知识来都跟我称兄道弟 然后我们用学校对学校去交流 然后产业对产业 还有这个文化 各方面的一个观光旅游的交流 所以我是觉得台湾的国际化 一个是要大国关系要处理好 那么这一些有意愿跟我们维持邦交的 当然也是尽量维持 可是不要用这个来衡量我们自己 因为如果说这些小国是建立在中国的善意 好像给我们空间 那我们讲说赵梦能贵之也能见之 他随时可以拿走 那我们现在的这种国际的整个全球化 资讯这么发达 人际的互动 人流物流金流 资讯流这么发达 我觉得台湾要有自信 现在问题出在我们自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所以有时候走出去 所以最近呢 因为这个圣多美普林西比的这一个断交 那比如说游锡坤院长 他在网路上有一个说 其实他们是跟中华民国断交 反正对台湾的空间更大 除了比较省钱之外 我们可以很自由 这是某一种思维的逻辑 那我觉得是关键还是在于美日 还有这些大国跟台湾的关系 确实是空前的好机会 也许很多人认为说 川普他是个商人 会不会打台湾牌 所以你是正面看待 我是非常正面 因为这个对台湾来讲 未来的这四年八年 就有一个相对来讲 他其实是比较务实 在看待两岸关系的美国政府 商人就是很务实 那我们只要有存在的意义 其实他们就会在这个基础上 跟我们交往 比如说很多人说 这个美国现在川普 已经要停止这个TPP 就是泛太平洋 这个伙伴的协议的签署 那是个多边关系 那现在回到双边关系 如果台美可以签订 更紧密的双边关系 或者日本紧张了 因为美国撤退 日本跟台湾建立更紧密的 比如自由贸易协议的关系 这个其实对台湾来讲 更不会被边缘化 因为在国际的这种多边关系里面 只有一个国家 他阻止我们 那有共事决 那就很难 那我们双边关系对台湾是最有利的 因为国际化 中共的影响力越大 所以日本的安倍首相 印度的这个莫迪总理 他们都是有国际战略观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 其实他们也有 他们对中国的一种 其实某种的一种 就是说 知道说中国崛起 其实也是一种扩张 他们也会防范 我们只是说不主动去拿台湾的议题 好像去挑战某种现况 可是大的国际情势 对台湾有利的时候 我们要有信心 这个是真的非常好的 一个天时的一个局面 那台湾不要再去用说 我们跟哪一个邦交国 因为他 我们没有去捐款多少 被我们而去 我们在骂自己 其实建立在中共的善意上 那些东西我们自己要看开一点 所以其实市长是建要用正面看待 我们现在的对外关系 尤其其实地方政府 可以走这个城市外交 空间非常大 都是发挥的空间 那么当然我们这时候要谈到 实际上跟我们很难摆脱 也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因为即使在民间上面 经贸啦 社会文化的 其实是在流动的 也就是在交流的 那也有人说到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光 尤其中国只要一刹车 或者他们那边人一不来 少了 其实对我们的经济 对我们的观光 似乎都产生了影响 那么台中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呢 在观光这层面上 台中基本上并没有受到 路客减少的影响 因为台中来观光 大部分都是这一个 比如说日韩 这个新马港澳 或是欧美国家 它比较不像日月潭 跟这个阿里山 因为团进团出 所以它影响比较少 那当然就是整个台中的观光客 不但没有减少 而且其实就消费能力来讲 比如现在很多的港澳 跟东斜的人来观光 它是属于背包客或自由行 即使中国大陆来的 其实我们在 比如台中的逢甲夜市 在很多的像草雾道 都还可以看到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发展 你太依赖 他的给你配额 团进团出 那中共不只对台湾这样子 他对日本 韩国 以前的土耳其 那个航空母舰 要到底传到他们能走出去 他就可以拿这个当筹码 所以他的国家 他一切是政治挂帅 所以太多给我们优惠 我们不要太高兴 因为以赖一抽走 一条龙 他一抽走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回到正常的状况 那重新再建构两岸的 观光旅游的关系 以台东市来讲 我们这两年来 总共开辟了13条的航线 其中有5条是跟中国大陆 这是新增的 6条是跟日本 这一个韩国或港澳 或其他地区 所以我们要真正走向国际化 是要让国际的观光客来来这边 可以过夜可以消费 可以真正好的感受 回去之后再拉人家来 而不是都是依赖配偶 团进团出 这样的一窝蜂来去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一条龙之下 我们就探疲劳和探垢手 就是你很忙碌 但是你最后可能钱赚不到 因为旅馆餐厅所有的这些购物 都是人家一条龙控制 那到底对台湾来讲 好坏怎么样 事实上台湾今年的国际观光客 加起来超过一千万 比去年一样都是破千万 那以日本来讲 你看日本今年从来台湾的 大概将近两百万人 台湾去日本有四百万人 这六百万的人口的 这种观光旅游 带动多少经济的效益 跟工作机会 那日本还有多少人没有来台湾 可是他们对台湾都有好感 那我们去四百 他来两百 我说这个 这一个成长的空间 还非常的大 所以单单以日本跟韩国 韩国更有趣 韩国过去三年来 来台湾的观光客 从二十三万 三十五万 五十三万 到今年破七十万 因为韩国飞台湾很近 那他们的年轻人 他们的消费力又很强 在台湾来讲 相对来讲 这个旅游的负担又比较轻 你不要小看东斜 像越南 那一个来的消费都很强 然后连泰国 我们现在免签之后 泰国从我们大概八月一号免签 到现在十二月 他的一个观光客增加了七成 所以泰国人很喜欢购物的 你不要小看他们 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人口都很多 都是非常大 所以要从开放多元 吸收更多的国家的人来 真的是广开来源 这是观光 基本观光之道 好 那么我们其实事实上 关心这个大台中地区的建设 其实就是这个中部地区 各都市的翘楚 所以台中建设如何 都是大家关心的 稍后回到节目线上 我们继续挖掘一些 其他的面向好吗 我们稍后回来 关心我们的 这来自于中部地区 尤其是大台中地区的建设 我们刚才听到市长讲了 从各种地方 交通建设等等 其实如果有观众朋友 还搭这个火车的话 因为也注意到 台中的这个新火车站 已经启用了 所以就有些变化 市容也开始出现变化了 感觉不一样 那因为火车站是在中区 中区当初连你在选举的时候 你自己都有提出来 也就是你觉得这个旧市区的 这种再生计划 那你现在进展到底怎么样 是 因为中区是台中历史的发源地 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不能救中区 就不配当市长 那现在回来两年来看 就是其实台湾 台中改变最大就在中区 一个是铁路已经高架化 所以没有平交道 所以前站后站都接通 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大车站计划 就是重新做一个规划 就是因为这个高架化的铁路 大概有两三百公尺的空中地盘 可以穿过旧的建国市场干城 然后那边有个转运站 而且附近的这一个整个 像台塘的这一个生态园区 那种开发也已经开始在建设 那另外就是我们已经用这一个 河川整治 让大家可以亲近绿川跟柳川 还有这个台中公园的日月湖 那也看到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那个一些文创商旅 比如说像一些像地式信用合作社 红点旅馆 还有像这个公园眼科 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比较复古的味道 那台中市的都市更新 现在中区 我们有漂了八栋 像以前都认为不可能的 比如说千月大楼 那个旧的那个圆白 跟中和大楼 那一栋一栋的在都更 那纯旧利新 所以台中市的这一个 现在的旅馆住房率都高达八成之多 那比如说旧的金沙大楼 那以前的地标 现在有个李方艾美集团 投资国际性的旅馆 八十亿来做整个诊件 所以中区开始看到这种活起来 那有一方面是年轻人去做创业 那年轻人都很有创意 比如说好办或什么中部基地 他们就把那个没落的中区 赋予他新的这种活力 那中区的再生 已经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所以现在是看到成果 一个就是已经动起来的 这种感觉了 市长今天讲了这么多点 我可不可以考一下 其实你最满意的市政 有没有 就是一项两项 有没有这样说你最满意的 当然如果说你要我讲 大概就是旧城再生 因为我们旧市区是过去有点被抛弃了 那我们面对他之后 把他重新建立起来 那开始非常多的这种 比如说像台东文学馆 什么行务所 市长官邸 还有什么放送局 这些过去都经营不散 几乎都变成 有一点就是文字馆 那现在都开始进驻 那我们也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历史现场的计划 那这些点慢慢串联成线 结成面 那我们也鼓励中区的这一个 未来就是有一个自行车道 就绿原道的串联 所以那个地方变成 有一点在台湾变成唯一 就一个这么大的区域 然后旧城都还维持的那个接锅 跟那个建筑 然后现在开始活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比性最强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我觉得旧城再生应该是 最值得看到的改变 当然了 每项建设都要持续地进行下去 我想观众朋友好奇 因为陆续听到了 2018年也就是差不多一年多之后 要隔一个年 这两年一年多到两年之间 台中要举行世界花卉博览会 过去我们台湾也其他县市 有举行过那种博览会 花卉博览会 台北 有些地方 那么现在台中也要举办花博博览会 这恐怕是一个大工程 台中有这么多的地的花博可以去做展现吗 台中因为它是花卉的产地 比如像现在这边的文新兰跟这个百合六成以上的产地都在台中 你很确定喔 对 所以我们是以花博圆艺跟农业为主 然后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展览馆 以后也会继续用 也透过这个方式来改造台中成为花园城市 所以我们县市合并 所以我们透过这种办大型的活动 来打造一个盛会城市 那这个透过都市计划 交通还有产业 所以我们办了花博说 我们现在已经在想了 后花博的遗产是什么 比如说它的展馆 以后可以继续办世界兰花会议 那它的这一些交通 甚至它的一些民宿 还有这种文化活动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连续第二年办花都艺术节 现在变成花都艺术季 从十月到十二月 像今年比如说像这个美声天后海力 到我们风源来演唱 那像这个去年这个皮克斯动画交响乐 到大甲去表演 然后马游游到我们的太平 囤区艺术中心去演奏 甚至最近的这个子风车进国家科技院 所以整个台中就是一个天气很好 然后文化丰富 那交通便利 所以我们办大型活动 其实可以变成一个城市的特点 所以你们有足够的花卉的来源 都是自产的 对 自产的能够呈现给国人甚至全世界 对 我们有60个展览馆 30个是国内 30个是给国际的这一个展览馆 那这60个之后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张头苗 我们都有展馆 甚至台南 比如赖清德市长 他就在想说 那台南的兰花也很好 也可以来策展 所以我们事实上是把台湾 最好的花卉产业 透过这次展示之后 那以后就兰花亡国 或甚至成为我们花卉 以后可以输出 到这个各国去 我们最近去荷兰 去这个阿米尔 就是他那个要办 2022年的世界花卉博兰会的地方 就跟他建立姐妹室 那我们还把文兴兰 就试着去 透过荷兰 把他行销到欧洲 甚至俄罗斯 他们也觉得这个 这一个文兴兰是台湾比较特殊 很有竞争力 是 市长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交出他这个两年任期的期中报告 当然提到这两年做了这个 但我们坦白讲 您还有两年任期 那后面这两年之后才有连任的考试 也就是可能面临连任要竞选 但反一个逻辑来讲 也就是这两年内 也不是在忙选举 这两年内也要忙市政建设 那你这未来的两年 你重点的规划是什么 可不可以简单告诉我们 其实我这12年来 整个对台中的规划 现在是加速在推动 那现在中央地方又是民进党执政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的区域计划里面有个大台中一二三 一条三首线 两大海空港 还有三个副都心 然后现在陆续都在推动中 那这个如果有成绩展现 那当然市民就会想说 家庭一半 傻夫不肯婉 那我们当然其实连任是水到渠成 所以台中是一个很多事情可以做 而且正在崛起发展蜕变的一个城市 像小孩在当大人 所以我又是一个喜欢做事的人 所以现在几乎我没有去想任何事情 因为有做不完的事情 而且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你一做就会改变 比如旧城区的再生 比如偏远地区拉近这种城乡差距 像台中推动的社会政策 像托育一条龙 十公里免费公车 青年希望工程等等 包括青年加入农业 文创这些事情 我每做一样事情 就觉得说你可以把你一生 很多的这种想要去实现的理想 就在这个土地上 然后你就看到他真正的做出来了 其实未来的政治路 怎么走是一回事 但台中的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那我在那边准备了十年 那现在迫不及待的 希望把最好的 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台中市民 是我们看到台中市长 从早年的这个职事 到后来的这个问政 然后到现在的执政 他一路的成长 一路的蜕变 然后再成长 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很多眼睛也是看着您 看着您怎么做 那我们希望您随时 让我们分享这个整个成果 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为止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欢迎来到台中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